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 那怎么才能除掉狐妖啊 问得好 即使不瞒大家所说 我就是一名捉妖室 只要大家愿意慷慨解囊 我愿意舍命为大家除妖 我看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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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别走啊 我认真的 好久不见 我没认识吗 你要除掉狐妖吗 跟我来 大人饶命 我不会反说 我捉不住那狐妖 你怎么知道狐妖群上的事 是我娘和我说的 我娘是捉妖师 可她前不久去世了 我捉不住那狐妖 你放心 她不会吃你的 你只需要随我进宫 做那狐妖的小侍女 重要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解决 大人 您别取笑我了 我心得粗笔又不懂礼节 怎么送我那狐妖君上呀 那好 既然你知道了宫里的秘密 就不能活着放你出去了 好吧 千岁大人 很好了 穿成这样怎么重要啊 千岁大人 你早些休息 明日一早 我就带你去见君生 你们看她 明天就要被狐妖吃掉了 她现在居然还吃得下去 心态真好 管做什么 早就自行了断 我就知道那个千岁大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仍是想把我送给狐妖当口粮 真当我素晓焕是个小白菜 真当我素晓焕是个小白菜 不跑是傻子 好 我仍是想把我送给狐妖当口粮 太圣老君积极如律令 给身 给身 太圣老君积极如律令 你 救命啊 我再也不跑了 找到化妆的女子了吗 回 回君上 还 还没 没用的东西 没用的东西 启离君上 御副使大人回报 那化妆女子似乎已经找到了 带她来救 毒 大家能不能吃了点太疼了 好 君上爱干净 必须得里里外外保持清洁 上次那个没洗干净 身上还有泥 君上吃到了泥呢 连洗的那个人都给杀了 好不 现在 就是我们这些岁数搭的 那你们君上吃分早晚吗 我是千岁大人绝剑的 这可不可以晚点吃啊 那个说不准呢 君上啊 只吃千岁大人送过来的 千岁大人 可是君上最新人的人 千岁大人是忽悠最新人的人 你怎么会吞死忽悠呢 不是送我当口料 不行 还得疼 我 我肚子疼 我先不送 一般不介意跑 这个时候再跑 基本都被乱刀砍死了 你 又不是你们江湖呀 你们懂什么 没懂啊 睡都到了 对 你别怕 君上很有亲和力的 只要死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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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臭虎药吗 洗干净了 回大人 本来是洗干净的 来的路上太害怕 惊出一身冷汗 浑身戳得很不好吃 起来吧 是 抬头看着我 睁眼 不听话 现在就知道了 难道 你真的忘了 不听话 现在就知道了 既然把我忘了 就别怪我戏弄你 是你 小老爹 接我躲一下 当然了 正面总理接着好我啊 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灰药大人 奴婢错了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啊 灰火药大人 是奴婢身上的臭味 不认识 应该是那种 熏天熏地的狐臭味 他们抓你做什么 他们要把我送给那个狐妖军少 那有什么不好 听说这个狐妖每天都要吃人 而且一身狐臭熏天熏地 身上还有成俊杰队的狮子 都吃到五百多斤了 走路都只能靠打滚 活着都是你 早晚要灭了这臭狐妖 还天下一个太平 不不不不 奴婢只闻到一股 惊人心癖的毛发味的 胡耀大人 这是您天然的体香吗 实在炒闻得很 跟奴婢身上的臭味完全不一样 过来吧 好 你现在就帮我把身上成群结队的狮子捉下来 若手捉一只 那我现在就吃了 大人 奴婢错了 求您放过我吧 你这弹指之间收拾胡耀的霸气去哪儿了 昨日那极傲不驯的我 早已被碎月抹平了棱角 今天见到大人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不喜欢你这副模样 如果你费昨日之间 那我现在就吃了你 大人 你别 我说我说我说 我要灭了这胡耀 还天下一个太平 有志气 那 那是年纪小不懂事 天下需要胡耀大人 胡耀大人为了天下 要千千万代 我喜欢乖巧的 今日表现不错 留你到明日 记住 你只能待在井宫哪儿都不准去 清洗干净 别像我一样浑身湿泥 好 诺贝这就去洗 这一世 看你往哪儿跑 我贴这么多张 我这不信你 哟 胡耀大人 奴婢自从见到你的却是容颜之后 瞒脑都是你的英文像吗 所以 看来进展得很顺利 是可杀不可辱 是可杀不可辱 千岁大人别再装了 我都已经知道 你跟这臭狐狸就是一伙的 苏姑娘误会了 不与你说出事情 是怕你陷入危险之中 危险 就算是死 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其实 我是前朝太子 之所以迎人与这胡耀之下 就是为了夺回王位 拯救天下苍生了 而诛杀胡耀的关键 就是需要你 去找到胡耀的尾毛 尾毛 可是那么多士女都被他吃了 我又怎么能找到呢 我会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如果有危险 即使动用全部兵力血斩胡耀 也会护你周全 太子天才你放心 我定不负你所托 灯头 说什么保护 明明就有坚守 信你个鬼 先有狼 后有狐 还是只能靠我自己 狐狸最害怕的就是 比他更强的老虎 狮子尿 大蒜也这么丑 臭口里肯定不行 熊黄酒 妖怪都怕甜 来啦 不对 我得把自己盐入味 是 牦呢 不应该啊 狐狸掉不掉毛的吗 这个狐狸 会不会也有寂静性脱毛 妖怪 胡耀大人 你似乎对我的床 很感兴趣 没有 诺贝是在想这个床 怎么会睡得顺着呢 要不要体验一下 不不不 胡耀大人 奴婢正在收拾呢 奴婢做事喜欢 一刺不苟一尘不染 一毛不拔 要不 奴婢给你展示一个 捉妖术若寒 有意思 这是灭妖狐 这是招妖镜 这是斩妖镜 总感觉这些东西对我不太友好 果然喜过 味道倒是很美味 大人 你就没闻到什么 特殊的味道 只感到香气破壁 只感到香气破壁 大人你直散吗 无妨 大人 我现在身上臭得很 你还是离我远点 免得熏到自己 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小侍妮 知道我喜欢谁如二 正好让我食欲打赞 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小侍妮 知道我喜欢嫣妞味的 正好让我食欲打赞 君上 臣有事要禀报 那些与秦门封印有关的 乱臣贼子 与捉妖狮 已被臣全部处辞 忘了 我也是捉妖狮 玉佛使 你做得很好 这满朝文武 我只信 但你必须尽快查清 其能封印之事 怎么办 怎么办 免得被人陷害 是 怎么了 没事 诺贼刚刚只是觉得有点冷 你不是周药师吗 怎么连个郁寒的法力都没有 不是不是 诺贼只是纳于充数的周药师 不专业的 就类似于那种 街头说书的 更何况 挪臂与那周药师 有不共戴天之仇 加入他们那部 从那部 有不共戴天之仇 倒可说了挺一点 是 师长 挪臂从家养了只狗 叫旺财 有窗户有可爱 堪称是狗腰 挪臂与旺财相依为命 又碰到那些周药师 趁挪臂不被旺财给杀了 你不是说我应不应该难过 是有道理 你说对吗 那些周药师确实可恶 三日内 查新启门封印之事 臣一定不负寻尚嘱托 臣告退 大人 弄毙刚才 我们出一身臭汗 还是臭得很 能先去洗洗吗 前帅大人 刚才那只臭狐狸 差点把我给吃了 你别担心 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所以刚刚才会及时出现 真的吗 苏姑娘 我说过护你周全 绝非一句戏言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 想问大人 请可问我 大人 你明知道 我是浪云冲术的周药师 为何还把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因为我相信你 当然你为何会有一个 跟我一样的玉佩 他们本是一对 如今 令我各吃一半 我这十年一直在找我的 收身父母 这块玉佩是我杨女硕 将是剪刀 我身上唯一的东西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过去吗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只管相信我 现在更重要的事情 等你找到尾巴 我一定会告诉你 一定要早点完成任务 弄清楚自己的绅士 只要把她的衣服弄脏 她就会洗澡 洗澡就有机会喝点忙 大人 你在画什么呀 医生的指导 错祸 是怕自己忘记她的样子 也怕 她忘记我的样子 弄不好 还要来杀我 大人如此痴情 也不知道是哪只母狐狸 如此有幸 得到大人的宠幸 又怎会如此贝劣 还来杀大人呢 看这眼神吗 机会来了 你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机器如日了 我记 当然 这是藩国先进宫的贡舔糕点 你别怕她要进去 你别怕她要进去 味道可好了 你尝尝 好 你尝尝 赏你了 怎么有锁屎味儿啊 你如此脏臭 让我感到非常不适 准备衣物 我要沐浴 弄别这就去 你尝尝 你在笑什么呢 奴婢第一次伺候大人沐浴 内心是既期待又忐忑 好啊 你在期待什么呀 期待干嘛 好啊 奴婢的意思是 当然连一个毛都还让奴婢期待 会说话就多说一点 其实奴婢也不太会说话 主要是真诚 有什么说什么 当然又变花瓣了 我记得 你最喜欢她 大人你说笑了 大人不才刚认识奴婢 怎么又知道奴婢最喜欢什么 对 但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是啊 是才刚认识一天呢 不 相认识了一千年 奴婢那个搓枣的手艺可是一绝 大人要不要试试 好 毛吗 好 能别只错一处吗 都错透了皮了 大人你皮肤真是细腻 脆弹可破 毛呢 大人 你都别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毛里的体毛不都挺猫命的吗 你怎么连根毛都没有了 嘘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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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一定在尾部 怎么办 胡说句 大人 你的手可不怎么老实啊 不是 我又被这手看到大人情不自禁就想 给大人吐槽你了 那好啊 不行了 准备一下事情吧 好嘞 事情 下个前 今晚 你就帮我暖床吧 护耀大人的兴圈藥号真是与众不同呢 要睡着寒冰床 还有人来帮你暖床 奴婢真是想过脑袋 都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别想 大人 你不建议我们三个一起睡吧 你 你伤手带来的 他叫亮坤 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闲也不理他 他又不想睡不着 等他睡了就拿尾毛 大人你都睁着眼睡的吗 我向来不睡 为何 一旦闭眼 就会想起这千年间 我最不想见到的梦 胡瑶不会是杀人太多 怕那些冤魂梦里锁命吧 胡瑶大人 其实我从小到大 也会一直做同一个梦 梦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的全家都死在了她的面前 那个画面 实在是太惨了 小女孩就在那儿哭着喊着 和他们说不要傻 可是他们 不是说自己从来不睡的吗 看我不拔了你的尾毛 小女孩就在那儿哭着喊着 手伸不进去怎么办 机会来了 他让我死 都在死 做梦都在杀人 太可怕了 丑狐狸 明明在耍我们 我怎么可能拿到尾毛啊 还没等千岁大人动手 我就要被他折磨死 好 龙金葬花 人笑吃 他年葬龙 知是谁 小花啊 最近还有刹那灯物班给买到 都要被那臭狐狸吃了 都不知道骨头在哪儿 怎么了 受什么打击了 大人你不会懂的 既然你不说 那我现在就吃了 好 大人 炒爆 溜炸 烧闷 炖蒸 大人 你想怎么吃 我喜欢生吃 大人 你吃吧 算了 不逗你了 大人 你这叫逗嘛 是可杀 不可辱 你要吃就吃 记得先吃头 给我来个痛快 算了 今日你如此乖巧 本王便赏你一个愿望 那大人可以给我个忙吗 只有这个不行 好的 没别的愿望了 那大人你赏我顿饱饭吧 就算是死 也得饱死的伤我 行 就赏你一顿 断头饭 小花 我要死了 这断头饭果然不好吃 胃肚焦辣 所以说 朱小花 别锁 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姑娘 哼 你那 你那 碗儿桌饭子不好还做 怎么还有你忙 忙 还会发光 这不会就是 胡耀大人的尾毛吧 苏小怀我就知道 也没有不感觉 梁坤 你说我要是把尾毛 这个千岁大人 那胡耀大人 是不是就要被收了呀 什么 你觉得胡耀大人是好人 我和你说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你是不是为他精神控制了呀 虽然千岁大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可是他毕竟知道我的身世 还是得把东西交给他 这个胡耀法律这么高 他肯定能求自保的 对吧 千岁大人 做得不错 那大人可以告诉我的身世了吗 在这之前 我还需要你做最后一件事 果然这个千岁大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的 将胡耀引到奇门阵法当中 不不不 那不行 我要是回去的话 那臭狐狸会吃了我的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嗯 我信你个鬼 今夜之后 世间将再无胡耀 做完这件事情 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去哪儿了 不会被发信了吧 奴婢哪儿也没去 今日大人赏赐奴婢一顿佳肴 奴婢多喝了几杯 出宫时不小心睡着了 这会儿才行 过来迎目 好嘞 胡耀大人 您画的这个美女后面有只大狐狸 所以这图是不是叫做 狐狸吃美女图 是这美女 迷了心智 要吃这狐狸 是这美女 迷了心智 来吃这狐狸 完了完了 她知道我要坑她了 怎么才能把她引过去啊 时辰差不多快到了 怎么办啊 看你心事不宁 有心事啊 对 奴婢想起来一个地方 事业极好 能看到好多星星呢 不如 奴婢带大人去看看吧 我要死了 可不如 还不带路 好 坐下 模子 我 漂亮 我 AG 因此 你的都是 我 çu 滚 滚 怎么了 没有 冬天很难看见花的 喜欢就好 喜欢就代表 还没忘记过去 六星 六星儿呢 每当有人死去的时候 总会看的 虎妖大人自是剑头时光 但奴婢还是第一次看见的 还想看吗 我给你多便利 不不不 不用了 还有呢 够了够了 第五颗流星落下之后 阵法将启动 届时你只需要找个借口离开即可 这么冷派出来看星星 总是爱做些蠢事 莫非不冷 别动 怎么时间突然被骂了 我想把时间留住 但是我留不住 忘了这花瓣吧 那被突然肚子有点烫 能不能让我先去个茅厕 可去 小焕 忘了那些花瓣吧 主声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什么感觉心里堵堵的呢 算了 走了再说 忘财 忘财 你怎么长得那么像我的小忘财 忘财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 你怎么受伤了 谁欺负你了 可怜 这宫里欺负人就算了 怎么连狗都不放过 姐姐带你走啊 不怕啊 走喽 小黄 只有这样你在哪儿 王财 王财 等等我 王财 等等我 王财 你 孟财 说 回来 王财 胡耀大人 玉玲 拳法被破了 小桓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藏着谁的过去 曲纲人 没有纪念不雅何须 山海浮沉的 深入谁的墓里 塞杯那片荒原一泥 我哭上废话与日记 犹如花飞坐满天见识你 你浮沉在我梦里 我走过几千万里 追寻你的 你的踪迹 我路过几千万里 寻找你的记忆 我走过几千万里 路过黑暗 何须要调避 回目也是那一瞬光景 我跑路了吗 不对 胡耀大人 我怎么又回来了 这孩子帮我擦药 他不真像我娘 我在想什么呢 我差点害死他 他现在肯定想第一个把我吃了 我还是装死吧 醒了就起来吧 你 眼泪都流出来了 别装了 痛痛痛痛痛痛的 好 胡耀大人 我没死啊 你只是被雷劈了 不会死的 胡耀大人 你怎么也没事 不对 你怎么有两个头 想说什么 对不起 胡耀大人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也是被人胁迫迫不得已 谁胁迫你啊 不能说 那就不说 大人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 旺财呢 差人送去他医院了 大人 你活真好 睡吧 亮坤 把活好了 好 你 不 我 就想来 不想来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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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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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药大人 火药大人 我们 没怎么办 我们怎么了 没发生什么吧 没什么 那就好 你看起来 很失落 没有啊 火药大人你伤势如何了 伤得挺严重的 要不 让我喝点你的血补偿一下如何 不行 诺贝也得保存有用之区来伺候大人 好啊 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服我的机会 大人 您的目光还是得放长远一点 奴婢这种繁复俗女怎么能入您的发言呢 更何况 奴婢已经有欣赏人了 叔叔 他是谁 他 他是 他首先得是一个人 特别特别普通那种人 普通的眼睛 普通的鼻子 普通的嘴 嘴巴上还有颗痣 普通的你当人群里根本就认不出来 奴婢到现在都不记得她的样子呢 明明昨晚那么温柔 今天又变回来了 看来 你的眼光确实不怎么样 嗯嗯嗯 可以 证明活药大人 太子 稀 累了 你伤势如何 喂 不然 只是我们为封印护药 准备了十年之久 竟被一名女子给破坏 楚商 定不能放过此人 护药大人这边 随时会吃我不顺体 千岁大人那边 肯定也恨死我了 我的处就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得赶紧留 馋满了 走什么神 没有 是回药大人的命令 实在是太大了 奴婢无时无刻不被你吸引 现在想立刻去一块 羊彩这花送给你 用不着 随便挑吧 现在花也有了 就差 就差诗了 你若能在七步之内做出诗了 今日可不止 大人 我又 或者现在就止 最会做诗了 我一步都不满 一步 大人 两步 两步 我坐 花 一枝鲜花直上开 三步 开 忽然一枝蜜蜂来 四步 绝 绝着屁股板花踩 五步 最后一句 六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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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说可爱不可爱 你这写的 都挺显实 我对椎屁股踩花十分好奇 你去玉花园才挤着蜜蜂回来 诺贝这得去 等等 你好像 不太喜欢待在我身边 没有啊 有这么明显吗 快去快快 是 你别走 完了完了 千岁大人这是杀上门来 请你君子 微臣为了调查昨日行刺之事 需要将苏小桓带走进行盘问 还请君上准许 果然是冲我来的 千岁大人的眼里满是杀气 文明休矣 你别走 完了完了 千岁大人这是杀上门来 微臣为了调查昨日行刺之事 需要将苏小桓带走进行盘问 还请君上准许 果然是冲我来的 千岁大人的眼里满是杀气 文明休矣 二位大人看我做什么 千岁大人要是敢胁迫我 就别怪我出卖你了 叔叔 杀我之事 可与你有关 没有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胡佳大人你是知道的 昨日我可是舍命救了你 你啊 即便你救了我 也可能是被我的魅力所感过 真的没有杀我之心 绝对没有 千里可见日月为猫 当然 君上 我看这苏小涵绝不老实 定是与那幕后黑手有关 有道理 青春 给我好好审问他 是 苏姑娘 请吧 完了 不不不不 还有胡耀大人 奴婢不想离开你 就想侍奉在你左右 不得无力 我亲爱的胡耀大人 奴婢离开你 就会觉得知悉人是毫无意义 亲爱大人 你看在胡耀大人的面子上 别为难我了 我这一受惊 我就会胡说八道 你们别 血量浅了我呗 好啊 你受惊会胡说些什么呀 我 我说些什么 我现在就在胡说八道啊 既然你不说 玉浮司 给我好好审问你 审问结果如实向我汇报 至于处置 就送回 我亲自制 是 如果我现在偷袭她 将会有失诚的胜算 最后我被乱刀砍死的几率 也是失诚 姐不走了 反正大不了就一死 喝了孟婆汤 过了奈何小姐 十八年之后 还是个好姑娘 谁说要杀你了 又要骗我 我说过 胡瑶若敢伤害你 即使动用全部兵力 血掌胡瑶 也会护你周全 今天带人来 是为了保护你 又怎会伤你呢 真的假的 跟我来 早 走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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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娘亲 娘亲 回后来 慢点 慢点 你等 你等 行行吧 行吧 行 你等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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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你是住这里对吧 前面就到了 谢谢 我就帮你护送到这里 宫内已经不安全了 待我宣战护药之后 我再来接你 当然了 走吧 来 这粥和水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你们刻够了百姓的贞赛粮 大人 哪儿还有米呢 我们所有的米都在这儿了 青川大人 还有吃的吗 我是不要紧 可是我这小孙子 烧得厉害 府里还有米吗 主上 全都拿过来 是 走 所以 你真的是前朝太子啊 十年前 胡耀藏起父王 要挟群臣 而我被忠良所救 并用他的儿子 代替了我的身份 这十年来 胡耀屠戮忠良 胡耀屠戮忠良 加上天灾不断 百姓们冻死饿死 而我身为前朝太子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无可作为 我隐藏自己 就是为了博取胡耀的信任 这样才有机会除掉胡耀 拯救苍生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我的信任 竟然尿下这么大的货端 小桓 我知道你心心善良 但人的好坏 并不是那么表面的 你以为胡耀不坏才软了心 殊不知大劫此重 姐姐能给我一点吃的吗 我好饿 别去打扰大人 对不起大人 小孩子不懂事 别跟他一般见识 小妹妹 姐姐拿这个玉佩 去给你换点吃的 等着姐姐啊 你真的要拿她去换 这个玉佩 虽然是和我过去 唯一有关的物件了 但我如今犯下大错 让这些无辜的百姓继续受苦 我不能再只想着我自己了 你真的想知道自己的过去 嗯 嗯 你本是相互之孽 你我青梅竹马 好药了 等你急急 我要娶你过门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玉璧为政 你一块 我一块 嗯 却因狐妖夺权 一切都变了 相国为了藏匿我 不惜用你的哥哥 跟我交换身份 而我苟活至今 就是为了夺回王位 保血海深仇 为天下百姓 牟易圣经 那我父母呢 相国全家 却被护药残忍杀 却被护药残忍杀 难道我梦里的画面 都是真的 我怎么能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呢 忘了更好 忘了就不会那么痛苦 妈妈 我好饿 没事啊 我们很快就会有吃的了 不 我要报仇 不要妄想 为了家人之仇 为了百姓之苦 我既犯下大错 就要以死来弥补 那狐妖强大 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是唯一能够接近狐妖的人 我一定有办法 可以帮到大人 世间唯一可对抗狐妖的 大捉妖师 黄天师已经过世 但他曾经留下三卷奇门封印 可对付狐妖 前日所用为天卷 现如今已完全失效 唯有地卷和人卷 可封印狐妖 那地卷和人卷在哪儿 已被狐妖找到 封于寝宫内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我可以进来的寝宫这儿 狐妖定是将此两卷封于寝宫 而只有王族血脉之流 才可参污地卷 现如今 只有主上 是有血脉之流 把手伸出来 嗯 这是我的惊喜复仇 他会帮你找到地卷 我一定会找到的 你怎么会找到的 啊 我只怕我 我 我 你怎么会找到我 你怎么会找到你 我 你怎么会找到你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胡耀大人 青岁大人审问了奴婢好久 上到十八代祖分 焚头朝向 下到子孙后代人生规划 可谓是事物巨星 面面巨岛 他关奴婢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说奴婢身世清白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呢 那就好 就是他杀了我全家 让我成为了孤儿 让天下的百姓饿死了 你似乎有心事 对 奴婢有心事 虽然才离开了大人几个时辰 可奴婢已经感觉到牵肠挂肚 肚日如年 连心都很痛呢 看来你真的很离不开我 不如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吧 不行啊 大人 若是我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那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少了一个最敬佩女 最喜欢你的小侍女了 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先留你一命吧 多谢大人不辞职 今天这空气啊 总是充满了不友好的味道 这么明显的吗 这个没有 这个也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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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么 不 胡耀大人 你不能这么突然出现 你会不会我吓死啊 你在这藏宝盒前擦拭了半个时辰 为何呀 大人难道看不出来吗 只有这么一尘不染的环境 才能配得上我们胡耀大人尊贵的身份 别说让我擦半个时辰 我擦一天我都不为公 该不会再找谋害我的东西吧 该不会再找谋害我的东西吧 大人你不要乱说 我刚被调查完我出联的河 不行 死活要盯上我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就 直接搞死 死活要盯上我了 就不做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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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我 你 你 妈妈 你一包不够我弄十包 我就不信毒死你 回药带人用膳了 回药大人 那您慢用 奴婢先告退了 陪我一起吃 大人 这不合规矩 奴婢怎么能跟大人一起用膳呢 在我这儿没规矩 过去 来 喝一杯 不不不 奴婢不会喝酒 这样吧 奴婢以茶代酒 见大人一个 祝大人孝可常开 好 好酒啊 就是有点色 不 你不会在酒里面下毒了吧 我怎么会在酒里下毒啊 那你紧张做什么 我没有紧张 来 那奴婢 再见大人一个 祝大人千秋万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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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你没事儿了 我有事吗 好 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 该不会是要暗烧我吧 没有 这个是我 平时唱戏用的道具 戏用道具 我想给大人展示才艺来着 是吗 大人 大人 一点都不痛 我这个烧火 眼泪出现了 我跟他就受得口吗 我当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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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大人 他是谁啊 我们叫他鬼 他们数量众多 既不属于人 也不属于妖 内心怀着深深的怨念 残害两足 那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或许 是要保护那壶妖吧 里头怎么了 不小心 被刀碰着来 别动 怎么这么不小心 谢谢啊 是不是对胡药下手了 没有 十个我都打不过他 我怎么可能贸然行事 骗我做什么 以后不准再这么冒险 只管找到地卷迷遥 那我先回去了 不然太晚那出户里 又得换一碗 去哪儿了啊 胡药大人 弄被疏口去了 这么久 这么久 不会是去和外面的 小猫小狗撕毁去了吧 怎么会 撕毁要很久的 奴婢疏口要很久的 奴婢刚才疏口时 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我认为胡药大人误会我了 我这种小小蝼蚁 怎么又敢杀大人的心思啊 关键也没那能力是不是 我呢主要是想试探试探大人的实力 结果发现实在是深不可测 奴婢更加敬佩大人了 大人别杀我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 就放了些虫子在你身上 如果这些虫子没有闻到我身上的气味 就会发作撕咬你的五脏六腑 要是你不听话到处乱跑 神仙也遮不了你 你 我 胡药大人你 你怎么可以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对我如此乖呢 你还是我那个敬佩的胡药大人吗 看你表现 大人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披风借我一下 我想闻着你的味道睡 不然我睡不着 好 死胡子 小虫子大人们 这可是胡药大人的衣服 胡味好浓的 你们闻了他的味道 就千万不要再咬我 也不要咬我的五脏六腑了 你们说帝卷到底在哪儿啊 那苏小桓在军上擒宫待了那么多天 怎么还活着呀 我猜啊 肯定是被军上灵性了 对 我看这苏小桓也是狐狸晶变的 懂得怎么勾引军上 你们这群长蛇妇脚什么蛇根呢 我跟胡药大人什么都没有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犹如干柴烈火 若没发生什么 除非你是使女 胡说八道 说我是使女 怎么不说她不行啊 也不用跪下 行行行 知道你们错了 起来吧 你说我不喜欢 胡药大人 我肚子疼 救命 胡药大人 放我下来 胡药大人 你要干吗 胡药大人你要干吗 没什么 就是想证悟一下自己 免得被说闲话 不不不不 大人您不需要证明自己 您如此龙京虎马 怎么会不行 奴婢胡说八道的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言行负责任 大人千万不能 因为奴婢将念念品味啊 再说奴婢怎么能 飞上这头变凤凰呢 对 你应该配凤凰 奴婢就是 鸡我里的小丫头 配不上你啊 狐狸爱鸡天生如此 我就喜欢你这种小丫头 等一下 华尔大人好威猛啊 华尔大人好厉害 华尔大人好凶啊 华尔大人特别厉害 华尔大人好棒 华尔大人特别厉害 华尔大人好棒啊 快出去 好嘞 华尔大人好厉害 怎么 胡瑶上身了 你怎么穿着胡瑶的衣服 提着胡瑶的砍尖 要不是该死的虫子 谁想穿他的衣服 我的意思是说 我最近有点怕冷 就她衣服穿一下 不用 我穿这个够热了 多谢 对了 我已经把寝宫里都翻了个遍 可还是没有找到蜜句 会不会是胡瑶已经 不会有问题 一定是你疏漏了什么地方 这次将你来 就是为了明日月食之夜的行动做准备 行动 什么行动 月食之夜是胡瑶法力最弱的时候 也是我们杀她最好的时机 每到月食之夜 她都会藏起来 只要我们能找到她的藏身之处 便有机会杀死她 我明白了 小桓 不要 不要贸然行事 找到她的藏身处之后 立刻给我发信号 好 黄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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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家伙平时这么凶残 知道自己月食会法律衰退 这么早就躲起来了 真是个呆小鬼 她会躲哪儿呢 黄瑶大人 月食已经开始了 这臭花药到底藏哪儿呢 我 近五天 波子 凪 ew 她们都是你杀的 不错 它们都是鬼 generation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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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some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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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有妖啊 我杀人需要理由吗 月时到了 他跟我受伤了 应该很虚弱 我现在就去通知青春男 帮我摸玉 此事他虚弱不堪 若杀他是最好的机会 胡耀大人 胡耀大人 可是胡耀大人 苏小桓 你不要被他迷惑 这个人杀了你全家 还得拳击下百姓流离世俗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拿刀想要做什么 胡耀大人 这个是我家的传家宝 叫七星刀 我正要献出这把宝的 不必了 大人我杀人不用刀 大人 您刚才睡过去了 奴婢怕您着凉 您要不要先起来啊 你说 今晚的月亮如何 今晚的月亮 又大又圆 今日时学过多 我们走吧 完了 胡耀大人肯定要臭补血 今晚躲不过去了 哎呀 我肚子疼 好像得穿个西 胡耀大人我去去就来 主上 月时已过 未见烟火 行动取消吧 又失败了 努力了这么多年 最后都是失败而终 主上 看 今晚月色很美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才发现月色原来这么美 是啊 其实美好就在身边 只是我们没发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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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好伤 还这么大 还这么大 他不要进来了吧 我的玉盘 是 福文 帝卷 王册 我要带着你怎么偷开双子锁啊 你的抽空方式 是 有点与种不同啊 不是 我捡玉佩呢 不用了 我闻到了 我来这事想提醒你 这个茅厕你不能上 它是一件起物 你法力不够 压不住的 若强行使用 必胜在祸 不就这茅厕 我怎么还能驾驭不了 千万 千万 就别事情了 清川大人 清川大人 清 清川大人 吓我一跳 怎么来这么快 我担心你的安危 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对了 我发现了 双箭就在 在什么 在南药院的地方 有一位英雄晚安的 胡耀大人 胡耀大人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胡耀大人 你们两个 深夜命中 莫非 没错 我就是在跟清川大 哥哥谈情说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爱意就在我的心中 悄然流淌 清川大哥哥也是感应到了 我的想念 于是就找了过来 我们刚刚在说 想要胡耀大人来 见证我们的爱情呢 对吧 对 跟我回去 胡耀大人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以清川哥哥 我们早就相爱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被他的魅力 深深地折服 胡耀大人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觉得清川哥哥 为人温文尔雅 玉树临风 但人争吵 重要的是对我极好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内心都非常地激动 所以我们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悄悄约坏 胡耀大人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们已经在一起 很久很久很久了 而且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我 谁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这胡耀大人是怎么回事 苏小桓既是臣的家眷 自然不便再给君上做侍女 还请君上恩准 臣现在就带她出宫 如果不准呢 那就请君上恕罪 臣宁死也会守护所爱之人 你会承受永世的诅咒 爱人的血 是你难以抗拒的诱惑 你们走吧 多谢君上恩准 秦政大人 秦政大人 我不能跟你回去 你留在胡耀身边实在危险 我不能再让你冒险 可我好不容易找到地眷位置 只有我有办法引出胡耀 让你进去参悟 你已经等了十年 你还在犹豫什么 我先天若晚来一步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就算不为了嘲唤 还有城外的千万百姓 你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会有办法的 你跟我走 开门 秦传大人 秦传大人 放我出去 若想化为人形 不仅要承受 错古成灰之苦 还要承受 永生永世的诅咒 你所爱之人 将生生世世 短暂相爱之后 因你惨死 你真的想要 这种短暂且自私的爱吗 听说他天天吃肉 一生狐丑熏天熏地 身上还挂着 成群结队的狮子 吃得五百多鸡 没法走路 日常都打我 浑身都是你 可是我不在青春大人 怎么应该胡扬啊 他不会跟他硬拼吗 可是胡扬为什么不让我留下来呢 小姬 胡扬他会不会已经怀疑我了 不会 他要是怀疑我的话 我早就被他杀了千次万次了 对吧 你说 他一次次纵容我 会不会是有什么不可靠人的目的 或者是觊予我的美色 他就是基于我的美色 胡扬大人 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吗 食欲这么好 你知道 我一不高兴就喜欢吃断头发 跟我回去 君上此举何意 无论你和我的小侍女有何关系 从今以后 他只是我的侍女 君上无信 出尔反尔 何以服众 让开 若君上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强夺人妻 微臣不得不以下犯上 以正君王之道 若君上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强夺人妻 微臣不得不以下犯上 以正君王之道 等 等 等 还有二位大人 没想到小女子竟有如此束荣 让二位大人欠我这个香饽饽 我的意思是说 二位大人没有必要为了小女子闹得不可收拾 更何况 我又不是一个物件 你们也要问问我的意见吗 小欢 秦川大人 其实我一直喜欢的是狐妖大人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喜欢上了他 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我们俩已经认识了很久 所以我不想骗自己了 我一定要和他回他的寝宫 我一定要和他回去 这是我的决定 所以 秦川大人 你我儿时的婚约就此作废吧 回来 大人 我们回去吧 大人演得可真像啊 不过是演戏 何必这么认真 你 这婚里怎么阴晴不定 我太可怕了 也不知道秦川大人 明白我大人什么 我得想个办法 把侯耀大人支出去 而让秦川大人来参悟地倦 今日所言甚得我心 不愧是我最爱的小事 大人说的什么话 奴婢能伺候您是八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既然回来了 就赏你好声把院子打扫一下 你不在的日子 就连空气都沾满了灰阵 大人 这院子干净的 就像您的毛发一样洁白 哪里还需要打扫呢 既然天气这么好 不如我们出宫去玩吧 大人我不想出去 现在可以打扫了 有一片花门都不行 这该死的家伙 这么大阵队把我抢回来 就是为了折磨我 变态 打扫干净了 回回药大人 您交代的任务 奴婢肯定一丝不苟地完成 现在外面的地啊 就跟您的毛发一样 洁白无下 一尘不染的 把地也扫了吧 这地不也一尘不染的吗 不需要打扫吧 扫吧 扫吧 没想到我们胡耀大人 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 嗯 大人 打扫完了 您还满意不 大人您的手可不能再抖了 站过去 瘦肚子 坐下小肿 微笑 抬脚 保持别动 动了我就吃了 好 大人 您快画好了吗 快了 我求你得快一点 嗯 好了 我腿怎么动不了 此话 做你了 这不就是之前那副用得着我了 就是啊 万一你哪天不知道 又跟什么人跑了 大人我记不住你的样子 这可如何是好 奴婢错了 奴婢不敢了 好吧 你们不会还怪我自作主张吧 我这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 那你既然说喜欢胡药 你是真的吗 假的 不然我怎么哄骗他 那你之前说喜欢我 也是为了麻痹的 对啊 我要不这么说 你早给他吃了 苏小姐 可有良策引出胡药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明晚呢 我想办法拖住胡药 我命以一盏小灯笼为暗号 若是你在门口看着我挂着灯笼 就可以直接进入 务必相信 你又在鼓岛什么地方 阴谋诡计 大人 你这么说奴婢可却心寒了 我是看你整日指着当坏美女 实在是无聊得很 所以想弄点惊喜 让您高兴高兴 你确定是惊喜 不是惊笑 没事 下次管吧 随便 不能偷看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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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kie Bhik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我娘带我去看灯会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大嫦娥奔月了 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办法在一起 相隔两地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奏运 好像是太痛苦了 我依然想这种感觉 我依然不是太痛苦了 这种感觉是太痛苦了 但是我依然不肯定这样 我依然不肯定是太痛苦了 我依然不肯定是太坏了 最后一次就能带我去看灯会 我依然不肯定是太痛苦了 我 节目很用心 但不知道为何 你演的我想去入客词 我去入客词 还在那 想你出生在大院 家中有物又有钱 生活乐无边 可奈天降大灾祸 满门惨死在眼前 我独自流浪走四方 饥寒娇破无复天 可我授下无依靠 差点饿死在庙前 现有养母收留我 可我天命犯姑煞 养母惨死在堂前 藏母欠下太多钱 如今的我更可怜 做了奴婢来到大人的身边 大人待我如初恋 奴婢勤劳 侍奉大人在身边 只为看到大人的笑颜 的笑颜 很感人 但我趁她越来越想上厕所了 我忍不住了 等等 一个玉点上佛堂 想起今生我的娘 我娘还我十个月 抹得自己脸皮黄 生生父母恩难报 持战恋佛报父母 我娘还得十个月 够了 你都是些什么剑帽 是想今天送我走吗 不是不是 大人 这会儿我以前干过 业务比较熟练 所以想给您开开眼 言语开口 我去入餐 大人 大人 火药大人 火药大人 你想做什么 火药大人 莫非有些心里话 想跟你说 其实我从第一次 见到大人你 就喜欢上了你 深深地被你的魅力 折服 大人你玉树临风 风流涕塌 这待人真诚 最重要的是 善解人意 这点我很喜欢 每次见到你 我的心情都很激动 每当夜渗人静的时候 爱意就在我的心中 悄然灵 阿婷 这号耳熟啊 是不是在哪儿听过 不可能 我第一次真将杜罗尔 那倒是吧 我给罗策了 大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 再练练吗 大人 我美吗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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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药大人 你上大的还是小的呀 你要不要再大声一点 让整个王公都知道我出宫了 干嘛 想一起唱啊 没有没有 我就是进来看看 我 我不看我出去的 大人 大人 你怎么不上了 我突然 不是很想上了 大人 那你是在找什么吗 要不 奴婢帮你一块儿找 我怕警告你藏着肩膚 什么肩膚 奴婢怎么不知道有肩膚 日子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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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奴婢想传戏 这是什么 这和地圈的风很像 难道是 原来如此 你可是这是何物 奴婢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 你天天打扫寝宫 宫内何时多出一块腰牌 你会不知 是 挪 挪婢真的不知道 大人 挪婢太疼了肚子 真的带去个忙法 是不是那个奸妇的 大人不要胡说 哪有什么奸妇 还说没有 今天 今日故意拖着呢 肯定是有肩负藏匿寝宫 这不就是块普通的入宫腰牌吗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丢在这儿的 不过是大人寝宫进贼了吧 我得去看看我家当还在不在 秦川 你猜问她怎么要呢 还差一点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胡瑶 我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她是我的仇人 花油大人 小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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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我想知道 我跟你的关系 有没有比他更亲密 青 青川大人 你怎么了 你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心怀天下的人吗 我怕你已经背叛了 自己的信念 却浑然不止 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无需大人担忧 那好 那你明日再次将狐妖引处 我们就此封印狐妖 可是今日狐妖大人 已经有所 还叫他狐妖大人 臭狐狸 我说顺嘴了 明事 那臭狐狐狸明明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不拆穿我 是不是想等我下罪下手的时候 来个人赃并货 捉剑的 可是青山大人 可是青山大人 我完全不吃我这一趟 他是不是觉得我已经背叛他了 前后为难 每天我要怎么办 胡耀大人 你的脸是冰块做的吗 怎么都不会笑 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不说 是不是想抓我现象 喝了点酒 就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为什么不敢这么跟你说话 就这么跟你说话 大不了人头落地 你们是不是要逼死我 你们是不是要逼死我 闭死我 闭死我 别动我 你怎么长得弄像那只臭狐狸 你 皇后大人 我要天天行道 射了你 台上老君 急急如雷雷 没有用 地零零 地零零 打不過 我死了 我去給你住晚舟 我去吃紅唇 歪 歪 歪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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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讨厌你的血 你处理好你的伤口 他为了不伤害我 居然用法门封印自己 侯耀大人 我帮你把钉子拔出来吧 血会浸到你身上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 我会忍住的 然后你把钉子拔出来 會很痛嗎 你怎麼回事 大人 我 我幫你包紮起來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回来大人 包好了 你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你伤势如何 快好了 回来大人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做事只凭心意 无虚理啊 大人为了救我身受重伤 我欠他一命 我再对付他就是恩将仇报 可是薛海申辰又不得不报 青川大人给的时间也只有一天 我可怎么办 你这是做什么 说话 东西了 大人 你找我 你这是在干吗 我想把自己造了 还想大人不要把我挖住 上次你表演的那个节目 现在想着还挺有趣的 还有别的节目呢 当然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看不惯你这个样子 那还怎么伺候 你昨日为我疗伤 今日 我便赏你一个愿望 可我的愿望 当然你时间不聊 你不说说看 怎么知道愿望实现不了 算了 没有愿望了 就让我的世界一片灰白吧 你不是说 你最喜欢看灯会吗 对啊 尤其是灯会里的大鹅奔运 不如今晚一起去跟大鹅奔运吧 当然你 不要再说了 就这么定了 他都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说 那为什么不说 算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为何要挂灯笼 我们不是要去看灯会吗 走点那点氛围吧 我们都不在宫中 挂个灯笼 不怕招来贼吗 大鹅奔运哪来的贼啊 上次不就遭贼了 没有 大鹅奔运错了 快走吧 大鹅不等人 来 怎么不开心啊 你不是最喜欢看灯会吗 没有啊 胡余大人我很开心 别叫我胡余大人了吧 叫我拨球吧 博球 哪两个字 博伯坐牢 是伯伯穿皮衣 好的伯伯 伯伯 我把我最爱的鸡腿 分进去 伯伯吃 为什么 狐狸不断吃鸡的吗 你吃吧 不吃拉肚 好呀好呀好呀 好可怜啊小狗 过来 过来 给你吃好不好 给你吃好不好 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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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嘠 哼 али 快 我 上次我要的方法竟然是 刚刚那个烹火的真厉害 居然能碰出大的奔月 二位 我关公子 何有通天谷 连有阴暈气 姑娘面若满月 目如红莲 二位必然有时生时世的缘分 但因果缠绕 红莲夜火 结束连连哪 先生 可以破解之法 那是假的 破解之法 你心知肚明 愿先生指点 这是你二人注定的结束 因果循环 神仙难改呀 也罢 也罢 我有一神器 诸如上果 无上法力 可逆天改命 但是 但是什么 需要五文钱一支 若要双宿双飞 需买两支 注定破解 我们有缘分 不如买一送一 千万别犹豫啊 此灯飞天遁地 还能消解 劫难 还颇剧情趣啊 国关公子何有通天鬼 年有阴阴气 姑娘面若满月 目如红莲 二位必然有时生时世的缘分 你写的什么愿望 你写的什么 我先问你的 我希望 你的愿望帮我实现 这是什么愿望 真是什么东西 你呢 你 买了灯的朋友们听我说啊 争所谓 年年碎碎 花相似 碎碎年年 人不投 放灯的吉时已到 大家跟我一起喊三二一 一起放 三 二 一 放 放 放 好美丽啊 好美丽啊 何夕 怎么了 太短暂了 没法 不都很短暂 是啊 说不定了 我就是为这一声 太短暂了 快说了 太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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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想看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唯一的可惜就是没看到了 大鹅奔月 我已经看过这世上 最好看的大鹅奔月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你说呢 不会是我叫的那个吧 大人 小室女 敬你一杯 大人 嗯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嗯 你今天为何要带我去看灯会 你就不怕家里见贼啊 不明白挺好的 嗯 嗯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 你对我越好 我越愧疚 为什么你偏偏是薄囚 是我的仇人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不可以喜欢你 薄秋别走 不要 不用回去 我又何尝不想 宁是要尽天下烦忧 能换去与你一夜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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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能 没有我的世界 要好好活着 没有我的世界 要好好活着 我这天下烦忆是这夜好眠 怎么没有 你快点下烦忆 你快点下来 你快点下来 我快点下来 我快点下来 现在的男人 太不负责任了 秦山问我和谁 我问秦山几栋枪 千年岁月弹指过 唯有千年如今山 胡瑶大人 你 你 你快走啊你 此话送你了 现在不是送话的时候 我又不是树 拔没用的 那怎么办 没什么 反正我活得已经够久了 大人我虽然对你疯狂 但也不用太难过 如今被封印也算是一种解脱 它倒有些魄力 找到了地圈上的静昼 要跟我同归于尽 更容易脱 你 你是说青川大人要跟你同归于尽 他也会死啊 正是 等我 作为小侍女 你不能生离死别一下 千岁大人有命 无论发生何事 任何人不能入内 我有急事让我进去 千丞大人 千丞大人 别喊了 千丞大人 千丞大人 玉莲 苏小环 主尚还在施反 不要再次扰量主尚 玉莲 地剑对付胡耀的办法 会让施术者同归于尽 我们不能看着青川有事啊 主尚为了天下苍生大义 牺牲自我对付胡耀 你我又有何资格阻止 谁都可以牺牲 可他不行 他是王族最后的血脉 天下需要他 更何况你与他主服一场 怎么忍心看他死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我与主尚准备了十年 为的就是今日 你不止一次阻止 还在这里跟我谈主尚生死 若不是你 主尚也不必如此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 人隽 你不是说还有人隽吗 就算有人隽 也无人可破解 我与胡耀一起 触发过人隽夫人 就在他寝宫的寒冰床上 一定有办法可以破解 玉璃 你快进去救他 真的来不及了 你若骗我 我必杀你 开门 主尚 玉璃 对不起主尚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对 还有人隽 我们可以破解人隽 我知道狐狸寝宫里有一个寒冰床 你 你要有钱是不是 别动手 还有 别动手啊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杀了胡耀 但是你们今日 竟然破坏了阵法 那就胡耀怪我了 等等 阵法是我破坏的 你要杀 杀我一人便是 不要伤及主尚 你们都该死 是不是要杀胡耀 还有一个办法 他可以破解人隽 对 我可以破解所以你不能杀我们 我怎么信你 三日 若他不能破解人隽 我遇主尚的命 你可取之 好 那我就给你三日 还不快去 主尚 胡耀大人 胡耀大人 我还是玩来了衣服 你怎么变尺动了呀 那块是你的头 是这个吗 不要大人 对不起 是我爱了你 这辈子 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 不要大人 不行 就这辈子 你得陪我 胡耀大人 你没死真的太好了 差点就解脱了 真遗憾 呸呸呸 什么解脱啊 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着多好 你是如何说服他收手的 我 我跟他说 生命尘可贵 就算你不珍惜胡耀大人的 也得珍惜你自己的对吧 对 你也得珍惜 他就收手了 胡耀大人 知错能改 上磨大烟 你能不能别责怪他 也别责怪 我本来没把他当一回事 既然你替他求情 那我现在就杀了他 这是什么逻辑啊 不是 胡耀大人 他中断阵法已经身负重伤 眼看也活不了几天了 您活了这么久 他在您生命中 也不过就是一个过客 一缕尘埃 你会跟一缕尘埃过一步去吗 不会吧 会 不过 看在你的面子上 暂且放过他 我的面子上 放过他 那也就是放过我了 竹生 我闻事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 眼看就要成功了 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竹生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玉璃 我曾以为你是那个 最不可能阻止我的人 现在你像是憋了一样 竹生 狱猎 对主上的忠心 从未有半分改变 苏小环不可能破解人倦呢 你千姨逃走吧 主上 无论如何 狱猎都会陪着你 怎么办啊 要求青川大人必须参悟人权 可是一旦惠人拿到人权 回药大人又 进退了难呀 先参悟人权 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 先把青川大人救出来 追回药大人吗 这方法是真是假 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该怎么参悟人权呢 人权宝宝乖 安妞 安妞 救命 快快写灵吧 不吃软的是吧 快给我写灵 不然把你烧了 我说认真的啊 太上了 我军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人硬不吃是吧 能弄是方法不对 我三岁便死全家 四岁流浪 鸡不果腹 五岁个人哭丧大痛苦 十岁人人喊他 眼前老爷的可怜可怜我 真是个冰冷的家伙 也不知 你还能帮着 我一分钟 子 你也不知 你还想死了 对 我一分钟 还想死了 你还想死了 我吃了 你还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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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 胡耀大人 我 我擦床呢 你该不会 还在怀念那一晚吧 怎么可能 既然你最近如此乖巧 又救了大人的命 那奖赏你一下 既然你最近如此乖巧 又救了大人的命 那奖赏你一下 你 大人 其实我救了你好久了 大人 你看到什么了吗 大人 你看到什么了吗 大人 你知道吗 没什么 你不告诉我 我就自己看 大人 你干什么 大人 你干什么 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大人 你以后不睡觉了吗 大人 你以后不睡觉了吗 这人就没了 怎么就请传大人啊 找到人隽的秘密了 不许黑豹大人 回忆黑豹大人的话 我这几日都有认真的在参悟人隽 但是那个臭胡瑶一直在监视我 终于让我逮到一个机会 您猜怎么着 说重点 我参悟秘密的时候被他抓住了 他把我抓起来审问了一天一夜 我晕倒了他拿那个辣椒水泼我 他逼我说出幕后指使人是谁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出没你 少废话 人隽的秘密呢 人隽在此 这是人隽 没错 我要将人隽打造成一张寒冰床 很难携带 如今化成了水 刚好很合适带出来呢 你是在耍我吗 等等 我说 人隽的秘密是说 要想杀死胡瑶就必须 必须怎么样 必须之后的秘密都在这个桶里面了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我参悟了前面的秘密 后面就被胡瑶化成水了 黑袍大人 我们也不要搭上性命去骗你吧 更何况我们都要杀死胡瑶 我们是一伙的 你们别为难我了 你竟敢糊弄我 找死 胡瑶大人 你来救我们了 你错了 不是来救你们 是来救你 胡瑶大人 我知道附近有一只烧鸡特别好吃 不然我现在就带您去吃吧 既然你什么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今日只有一战 胡瑶大人当然知道烧鸡好吃 青春大人你别再说了 自不料理 杀你有何难 青春大人别白白送死 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将你带走吗 胡瑶大人 现在人权已毁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封印您了 您就不能饶青春大人一命吗 你很在意他 我在意的是不想看到你杀人 小黄不要求他 就算他放过我 我也不会放过他 够了 你们就不能放下仇恨吗 你杀我我杀你 这样杀来杀去 天下真的会太平吗 既然你不希望看到我杀人 那便不杀 跟我走 走 这是王位啊 没事吧 坐下 疼我了 从今以后 我便不再是你们的君相 这王位 谁当都可以 君上万万不可呀 国不可一日无主啊 是啊 君上算四啊 世人真可怜的 君上 阿邦 这是你 使不得呀 君上 使不得呀君上 当你下来了 下来了 那我 那我还是孝顺你吗 是 是孝顺你不要了 君上 你不是让我放下 有你的消息 君上 恭送君上 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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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君上传给我的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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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好 所以 你根本没有吃过人 当然 我可不会滥杀无辜 这是震慑恶人的手段罢了 姐姐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吃的 我好饿 谢谢恩人 娘 有吃的了 是好心的哥哥姐姐给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是不是觉得 天下苍生的苦难 都是我造成的 难得不是吗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可你是天下权力最大的人 我可以杀掉所有的贪官污吏 却杀不了人的贪欲 下一个 又怎会不变为污吏呢 我不相信 一定有人不是这样的 一定可以改变 如果可以改变就好了 我记得你曾说过 你当君上是为了一个人 我不做君上 也是为了你 可是如果天下交会 不是因为你而起 那为什么 所有人都想杀掉你呢 世间兴衰哪有对错 想杀我这人 又怎会不知 你只看到眼前饿瓢 却看不到狮虹变眼 我活过千年 看遍兴衰 无非快慢 却无法改变分口 可他们又没有千年兽 他们自然会在意天下兴衰 千年之后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 也是有活着的意义 就是和你一起了某个瞬间 你但已经说下了 你我无法改变的命运 可不可以放下你了 老爷 别不信 不信 老爷 可不信 老爷 可不信 老爷 你也不信 老爷 你不信 已经是妖座的地方了 周不跟紧我 被吃了可别怨我啊 妖吓你的 你们妖做什么都吓人吗 为什么这边的妖 都是女人跟小孩比较多啊 大部分男妖 为了保护家人 都被周幺氏操害了 还不是因为妖怪吃人 你见过妖吃人吗 没有 其实大多数妖是善良的 种族没有好坏之分 是那些围恶者 被欲念作用 什么意思啊 神族对妖族的恐惧和敌意 都是被周幺师扩大化 哪个大周幺师 不是依附于宫内高官 年年为高官供奉百官 你就不曾想 这些钱财是如何而来的 妖族也是受害者 即使妖不知如 又是谁 默许周幺为人类的正义之举 可可可娘就是 浅浅庚根根的周幺师 她就从来都不会这样 对普通周幺师来说 这只是一门吃饭的手艺 就像打猎也 她又怎么会得知真相呢 不是 如果要不是坏的 那这个传言是从哪儿来的呢 因为有人要故意挑剔 量族的争端 为什么呢 无法杀尽的 人的欲望 那是谁 我不能说 走 带你吃好东西 嗯 怎么不开心 没有啊 我很开心 真难看 吃吧 嗯 真好吃啊 这什么面 这个 就是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心人肝面 你不是说腰不吃人吗 好了 不逗你了 人心人肝这种东西 腰才不吃呢 这些 都是山中灵芝 真的 吃吧 不对 你怎么不吃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 其他别的了 我喜欢看着你吃 有什么好看的 我有什么好看的 看过人间烟火 就放下过去吧 我都已经放下了 你不能放下我 但是你在说什么 放不放下的 好可爱的小姑娘 不可对我的祖奶奶无礼 她这么想谁是谁的祖奶奶 好啦 小丫头 咱们不和客人争执 长老好 乖 薄琼 你又带别的姑娘回来了 别的姑娘 大人 还带个别的姑娘来 是啊 怕有八九个了吧 怎么了 那八九个姑娘呢 后来 都死了 没事 没那么快 吃吧 去吧 军事 找到苏选环了 君上初登大堡 百废待兴 怎可为一名女子上身 我问你找到苏小桓了没有 找到了 没想到我们的狐妖大人 居然还会亲自下厨 那是当然 毕竟有了一千多年的 生活阅历在 小小吹饮之时 还不手头青蓝 这就是拥有一千年阅历的 狐妖大人 做出的第一餐剧毒美食 果然跟色香味 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品香是差了点 但味道肯定不错呀 厨子放的佐料 我是一点都没少放 我先试试 还 还不错 还 还不错 来 你试试 等等 怎么 你不相信我啊 我试试 来 怎么样 我还没吃呢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 如果未来的日子 每天都像现在这样 你会放下吗 是陪着 我 是陪着 慢点 摔着了 好 你小心点 因为有人要故意调节 两族的争备 那是谁 我不能说 胡耀大人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制造人要两族恐慌的幕后黑手 是和我有关吗 是你的生父 前朝相国 怎么可能呢 我父亲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清川大人说过我的父亲是忠良 他不惜我哥哥的命去换清川大人的王位 他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 对王族来说 那的确是忠良 但是对此付出无辜生命 不断发生战争的人族和妖族来说 对遍地恶嫖来说 他怎么算的伤势 还过忠良呢 所以你就杀了他吗 对不起 真是可笑 你杀了那么多你所谓的贪官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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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就不会好 所以你就杀了我的父母吗 我不知道这一世你会在哪里 我杀了无数贪官 坏人 是为保护你 不被宿命所伤 保护我 让我成为孤儿无家可归 四处流浪 让我不配得到 人人都能拥有的亲情 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我 真是个疯子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更不会放下这一切 大际 吓死我了 妖当然吓人了 是你啊 小招牢 没大没小 我比你大一万多岁呢 你要去哪儿呢 浪至天涯 只见一个臭标躺阀队 维护正义与和平 独球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恨他 对我好 我孤独惯了不需要 他连个什么都知道 却瞒着我 把我变得像个傻子一样 他自然有他的原因啊 看来 你真的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啊 那他之前待回来八九个姑娘 也像我一样砍他了吗 你在说什么 那八九个姑娘都是你的前世啊 我的前世 一千年前 你救了一个被猎人弄伤的小白狐 小白狐很想和你在一起玩 但他只是一只小白狐 所以他找到了我 希望我可以把他变为人形 无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我不肯 他就穷了几天几夜 我知道 如果不能让他变成人形 让他有机会和你在一起 他宁可死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他变成了狐妖 哪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修为不够 他不仅要承受拆骨错筋之苦 还要承受永生永世的诅咒作为代价 什么诅咒 每一世都会与你相顾 与你相恋 然后你会很快惨死 而他会经历漫长的孤独 和无尽的丧气之痛 他活千年 内心却早已死去 他怎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呢 这一千年来 我看着薄秋一步步成长 成熟 直至新死 我感受得到他的痛苦 如果你想知道这千年的故事 就问他了 来 长老 不是说我好保守秘密的吗 是他让我找机会和你讲的 你们俩 我走了 终于可以不再伪装来面对你 千年来 我们每时注定会相遇 也会相爱 但在短暂相爱之后 你会因各种可能惨死 这也成为了无尽的诅咒与惩罚 我不愿跟你想过去 是因为我怕你爱上我 但我却忍不住 但我想跟你待在一起 哪怕一顶 你也太仔细了 我才不会爱上你 你可是我的杀不仇人 真不信 我们每时都注定虐恋 注定不能在一起 每一世 我都希望能够改变 杀掉会让你惨死的坏人 我囚禁君上 威胁重臣 就是希望能够换来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 能够护你周全 可是 命令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对吧 唯一改变的办法 就是在你爱上我之前 封印我自己 不再轮回 这样 你就不会再因阻止而死了 所以 你是故意启动封印法阵的 你 只是没想到 每次都会被你所阻止 也许 这就是命运吧 如果你被封印住了 你 会去什么地方了 我会去到一个虚无的地方 永生永世地在那活着 那有你的世界 就是地狱 千年以来 我会与你在一起的短暂时光而活 而期待 却以你的每次惨死 悲痛百年 我真的 无法再承受与你的分泌 宁哥 你会永远忘记我 笨蛋 命运一定会有办法改变的 我不允许你封印你自己 更何况我命大着呢 才没有那么容易死 封印你运quela 期间了 空洞 无字幕运走 请死 空洞 无论 暗 你还能不可能 不剩下 你的国家 你一定会失敗 身体 我现在明白花瓣的意思了 花瓣的 花瓣还在上午 花瓣的小级 花瓣的小级 花瓣上了 花瓣的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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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千年 你都没有睡得这么暗冷过了吧 睡吧 我去给你做早餐 小欢 秦川大人 郑虎妖不在 快跟我走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你的仇人了吧 我已经放下那些了 我想留下这儿 小欢 你是人 她是妖 杀父是母之仇 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 她已归宴 便不会再引起杀母 秦川大人 你还是回去吧 我相信你会是个好君王的 但你对我来说 更重要 莫秋 别杀他 现在不杀他 恐怕他以后就会害你的 不 他不会害我的 秦川大人 现在只有你可以阻止两族 继续争斗 就算是为了百姓 你请回吧 我相信你会是个好君王的 我们走吧 宝珠 你会是个好君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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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便跟了过来 苏小桓既已被叛隆医 君上还要担心她的安危吗 胡瑶现在不在尹益村 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进攻 君上 是一位苏小桓吗 妖族祸乱百姓罹难 您怎可犹豫兴染 君上 若不是一位苏小桓 胡瑶早已被处 玉璃跟随您多年 你为何不知半分玉璃心意 苍生苦难 我又怎敢谈儿女情长 不谈儿女情长 但你今日又哪里像个君王 你以为自己喜欢苏小桓 其实你只是放不下过去的执念 连自己内心都不敢面对的人 又哪里是玉璃认识的君上 够了 这以前我自有安排 我以前怎么没觉得 这个地方这么美呢 那是因为你以前老想着杀我 忽略了身边的人 那我不也没杀成功吗 你能不能别老提以前的事 你以后啊 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地方 过小妖生活喽 好啊 那我可以教她们做美食 还可以带她们办灯会 我对我的大额半月 可是很有信心的 我很期待 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嘲笑我啊 想多了 好重的血心情 好啊 宋姑娘 命数难逃啊 五妖族 恐怕就要灭族了 是谁干的 不要再惹政断 难得你们可以在一起 好好生活下去 阿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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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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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妾 是他 不要去 我要去看看 他到底是紫药的冷袖无情 我们用得改变什么呢 只会给两族 找来更大的仇恨 无论一天 还是两天 我想象所有的时间 都和你在一起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可是他们呢 他们是无辜的呀 是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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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说了吗 上次的那个女人 叫苏小桓 她是笔干后人 她的心哪 是蹊跷龙龙行 只要挖了她的心 就能降服妖祖 让天下所有的人 都能吃上饭 过上好日子呀 可是那个姐姐是个好人呀 如果挖了她的心 她不都死了吗 你哪知道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哪 我跟大伙说 她可是忠良之后 如果她用她的命 救了我们天下所有的人 那她就是好人 如果她不救 我们这些人 就会被饿死 冻死 会害了更多的人 那她就是坏人 住口 大人 苏小桓的事情 你们都是听谁说的 我 我们 是我乱说的 大人 记住 以后不要妄言 大人 现在外面都在传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大人 求你了 为了全天下人的命 就牺牲他一个吧 是啊 大人 大人 救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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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meat 救救我们吧 救 救救我们吧 大人 君上 传言人族或妖族 最先得此心者 可得天下 若让妖族先得此心 必将途尽人族报仇 即时注定生灵涂炭 我们必须下手了 君上 君上 民众都在担心此事 若不得 恐天下 争乱四起啊 知道了 君上 那为何还不动手 若是被那狐妖先得 就来不及了 玉璃 君上莫不是为了苏小桓 要牺牲这天下苍生吧 放肆 请君上三思 请君上三思 你 笑我 我打你 我不能笑吗 我 你别跑 抓不到 你给我过来 是吧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要死了 别大了 呸呸呸 不能说死 好 今天真的是我人生中 最幸福的一天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隐居 披柴 生火 做饭 洗衣 还有个这么可爱的宠物狐狸 你 以后的每一天 都会是幸福的 你还在担心诅咒吗 没有啊 放心 我实是苏小华命硬着呢 我才不信那个什么破诅咒 你还在担心误咒 是不是糊了呀 我的菜 你也不帮我 我不会啊 嗯 放入冰箱 来啦 看看我做的菜 今天这么风声 当然啊 今日要庆祝我们不理凡尘 不顾生死 义无反顾 终于过上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啦 干杯 一千年了 像梦里啊 终于可以放弃尘世 隐居一次 即使不能长久 即使 一日 两日 我博求 此生足矣 不求 你说爱是一生一世 平平淡淡的好呢 还是 哪怕只有一瞬间 也要过得轰轰烈烈的好 爱 哪有一生一世 或者时生时世 或者一瞬之间 爱 也许就是那么几个瞬间 但我却为此甚至恶火 我也想要我们的爱是永远的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破解诅咒 然后一直 永远在一起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 你的表情明明就是不相信 人生无常 不如你我亲日结为夫妻 过上一生的话 好 那是不是得准备些 红烛红布什么的 我去准备 好 等我 一定有办法可以破解诅咒 为了他你还是来了 破解的方法是什么 破解的方法是什么 我都希望你是为我而来 如果没有破解的方法 我就回去了 听过妻孝玲瓏心吗 只有得到你的心 才能拯救这天下苍生 我的心 你疯了吗 你之前说杀死胡瑶 就可以拯救黎民 我信了 如今你又说我的心 可以拯救苍生 你不觉得你太荒谬了吗 为了平定动乱 我别无选择 伯秋说得没错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最是虚伪 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 又有谁是真的在乎 门口仁义 就不如一只狐妖 小患 你又怎会懂我的苦衷 是啊 我当然不懂 你一次又一次地骗我 你说我是忠良之后 可我父亲明明引发了 对妖族的杀戮 她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两族性命如草剑 这就是你口中的忠良 住口 我敢保证她绝非是你口中之人 听是那胡药在颠倒黑白 那你呢 尹一村那些小妖从未害人 你为何要突进他们全族 什么 我从未想过秘密 那这又是什么 你在哪儿找到的 这对玉白 曾经让我觉得我拥有一段 美好的回忆 父亲只让我觉得恶心 军上 军上 就让我挖了她的心 军上若不敢动手 便由玉璃动手 若军上怪罪 也杀了我便是 知名 我敢动手 真可笑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 善良的青川大人吗 因为这真可怕 可以把人 变成鬼 小花 我对你的感情 小时候到现在 从没有改变过 但你一人之命可敌万人 根本做不了我自己 原谅我 连你都信这话 我都希望北花信的是我自己 不想 宝贝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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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你过不去 就算踏不下天 也没人能挡住我 即使分身碎骨 万切不复 我也要找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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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杀你 但我要与那狐妖 决已死争 雪上 我的任务完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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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别怕 我来了 你别怕 你别怕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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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但是 我只有六死 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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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死在了情深 再后来 我被我师父 一名招妖师所救 他带我回了师门 却又因为我天赋过高 被师兄弟嫉妒 他们说我是流着妖的血 说我是怪物 你这么厉害 不就以为你是妖怪吗 还学什么捉妖术 我看 那个怪物 就是你 就是你 怪物 就是你 我离开师门流落街头 成了人族和妖族 都无法接受的人 我是怪物 我恨你们所有人 这个世界的偏见很可笑吗 从上到下 所有人都无可救养 君上 你满口无辜的人 就是那些 曾经伤害我的普通人吗 君上 你从未经历过 我跌入尘埃的守护 就没资格批评我 你们就没资格质疑我 我杀你们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小王 快走 你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你可以杀我 但我求你放过苏小虎 五熊 哎呀 ato さあ 这个人 我们都要不是 点击 不是 你要跟我走 しかし 哪 第一 租 伯乔 伯乔 你不会有事的 你可是千年活药 你不会死的 对不起 今生我来晚了 来世我早点了 我不要来世 我时事缩小花 只要今生今世 今生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是我爱好了 吴求 吴求 君上 城中捉妖师已尽数消灭 发现几处妖族隐藏村落 已尽数搅毁 好 让那些石不果腹的难民也加入军队 让他们去杀自己痛恨的人 是 苏小桓你找到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找到 一定要找到他们 是 青春 你不必叫我君上 仍可叫我御灵 恕在下不敢 我会要带来 我讨厌你的血 我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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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苏小黄 不认识 不是 你别吓我 我是你的小侍女 你是人族 本尊不会有人族的朋友 人族只会是本尊的血尸 不求 是你吗不求 是我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明明相爱的人 坐在自己的对面 自己却要忍受 装作不认识的痛苦 我已经承受过太多次了 我很害怕 我现在是在做梦 我怕我现在不好好珍惜 梦醒了 你就会不见 那么久 我好像能体会到 我没事 你找到我 只有你记得 所有回忆的那种痛苦 我就 我真的好害怕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失去捏迫情 别怕 君上 已经找到他们的下落 当真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爱着苏小桓 所以就算找到了她 你也不会告诉我的 对吗 君上 我曾以为自己心怀大义 却不知自己如此浅薄 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如今君上的理念 正是我青川苟祸之间的原因 既然得不到苏小桓 那不如去完成真正的大义 好一个大义 果然这世间的真情 都毫无意义 真的没有人啊 玉璃当真要杀尽天下生灵吗 不巧 我们要阻止她 她吞噬了中药与药师的法力 如今无人哪里 我有一个办法 蹊跷玲珑心 对 你愿意牺牲自己吗 我想想啊 那可不好说 那你会在危机关头 把我的心吃了吗 不好说 不过单从味道来讲 越新鲜越好吃 你那真的 哪儿 天下人的生死与我不关 我自不会为那些不相干的人 而牺牲自己 在我眼里 全天下家家 都不及你的意思也好 但是谁若敢伤你 我便灭世 我知道你看过这世间百态 人心狭恶 但是在这一世 有人真在我饿的时候 给过我一碗粥 有人在我被冻在破庙里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还有人明明知道 我是可蒙拐骗的小骗子 对我骂骂咧咧的 但依然给了我钱 让我得以谋生 薄囚 我知道你对人性的失望 可是我是真真见谢 感受过这些温暖的 我想守护他们 想守护 这些给我带来过温暖的人 真希望这一刻就是永远 愿是此刻能定格住就好了 为这一世 些年也知道 如果醒来没用 想得怎么办 苏小桓呢 你的对手 是我 不自量力 我试试看 怎么知道呢 你背叛我 玉璃 你变成这样都是我的责任 这十几年来 我一直想着复仇 从未对你在意过 到现在才发现 美好原来一直在我身边 我现在不希望你变成我这样 连身边之人都无法守护 放下仇困 我们重新开始 秦川 太迟了 全天下的捉妖师 与妖族我并未消灭 你已经进入我部下的结界之处 玉璃 我不想对你动手 不自量力 无论 太远了 没什么 那他有多親身的 嘻叭 喔 啊 啊 好 啊 我 这个世界 是不能落入你们血位的人之手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我要杀尽天下思雨 冲戒现实剑 王秋 小黄 你怎么会 不求 这一千年来都是你在守护我 下一世 换我来守护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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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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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宙终于要破解了 忘了那些花瓣吧 炸燕 不求 不求 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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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走了吗 特来辞行 人死不能复生 如今眼下百费待兴 我想你留下来帮我 你救我那次 便已经想到了今日吧 我又走了 我会去找他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会是个好军商的吧 我向你保证 就这样最后 他探上了寻找狐妖的争承 那他最后等到狐妖了吗 这个嘛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明天告诉你们结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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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